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启玲 马上带你来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开始乐观了 仲介工会表示 明年房市代表字温 新航重整传延起 股价吉拉涨停 华硕Zimbo本周亮相市场观望 无法会指出 明年经济成长率2%以上是最低限度 来关心台股 近期美台股市高档霞幅震荡 台股今天更是价跌量缩回档修正 盘中失守9300点关卡 盘面上八大类股当中 除了食品 银件之外 其余都表现弱势 族群中以太阳能股表现相对强势 其他如散热模组族群 整体表现也相对亮眼 另外 新台币汇率早盘呈现 区间盘整格局 中午占以31.959元对1美元作收 小声0.8分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财经媒体八龙周刊报道 2017年苹果新iPhone的 偶类面板订单 将由南韩三星全部吃下 而且独霸局面将会维持到2018年 如果再加上NameFlash和DRAM等元件 三星将成为iPhone最大的供应商 亚洲矽谷计划 12月25号即将在桃园接牌 媒体报道 美国矽谷大咖 微软已经宣布投资 其他全球数得出名号的顶尖科技厂 也都传出即将投资的消息 形成台湾与矽谷同步的连结 预计10年创造 10兆物联网商机 台湾中央银行本周四将召开 今年最后一场李建设会议 永丰金 台经院与扎打银行等总经专家预测 台湾经济成长力道仍温和 预估央央行2017年维持利率不变 升息最快也要到2018年之后 台湾电信龙头中华电 与全球最大OTT业者Netflix拟吸手 核抢OTT版图 媒体报道 双方最快明年初宣布合作细节 新唐人亚太电视 中理报道 软银接连重金投资 新唐人东京绝极软银最新云端服务 休息一下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我们马上回来 安全 舒适 省钱 又环保 闪腾 热泵 热水器 业界唯一连续经过两年零下31.6度C酷寒考验 纯顶级CO2热泵 热水器 无需电热棒加热 为您省最多的钱 拥有全亚洲最具经验的CO2系统设计安装 及专业客制化服务团队 商业应用广泛 解能最高可达75% 扇腾热泵热水器 是您企业Costdown的最佳利器 环保处理设备的领航者 Puzzle 百事乐 台湾研发 生产制造 融获多国专利真空干燥压力机 脱水 真空 干燥三机一体 含水率一次有99% 降至15%以下 减少气韵体积 无二次公害 一次搞定绝不脱泥带水 就找Puzzle 百事乐 欢迎回来 产业劲爆带您到日本 今年7月软银杂重金 收购英国晶片设计厂Arm 紧接着又出资 美国云端服务企业Packet 跨足物联网 打出低价快速的服务口号 我们的日本记者带您直击 美国云设计公司Packet 得到软银资助940万美元 进军亚洲市场 首战选择日本东京 软银稍早收购了 美国的晶片公司Arm 并在之后设立了 日本的IoT平台Plus Style 意图抢占日本的物流网先机 包括Packet CEO 红海副总裁吕芳明等人 手持木锤敲破酒桶 以日本传统的敲酒桶仪式 期望服务在日本上市 能成功博得市场青睐 Packet提供了这款云端服务 采用Arm设计的CPU 以及红海制的伺服器 号称价格最多将比市面上 其他业者便宜十倍 申请后只需十分钟 客户就可以开始使用实体伺服器 服务在美国上市短短两周 就超过400家企业注册使用 如今使用云端服务 已经是业界常态 一级龙头包括亚马逊的AWS 以及IBM的Soft Layer AWS的用户数已经达到100万 Soft Layer也拥有超过 2万家企业客户 每天为4.5亿的使用者 提供超过500亿则讯息 从新创企业到跨国企业 甚至政府机构都是使用者 Packet创立于2014年 软银今年7月出资 Packet的云端服务 在日本上市之后 软银将全面提供援助 而Packet也将在东京开设数据中心 以东京为据点 将服务推展至亚洲各国 软银几个月前收购ARM 现在又出手投资云端 从末端装置到云端系统 也看出了软银雄心壮志的物联网蓝图 新唐人记者夜光灿 顾心英铃鱼 日本东京报道 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为寻求经济革新和社会公益 南韩展开改革龙头企业高层腐败的序幕 金融时报 华尔街日报经济学家调查报告称 市场对联续会明年的升起脚步 持保留态度 华尔街日报 微软夺得后PC时代 严端契机重新出发 再度拿回科技龙头舞蹈权 日本经济新闻 22号立革决定17年度预算案 总额97兆4500亿日元 森林中的红宝石 周达伟成功将牛章枝变成了艺术品 休息一下产业金报 我们马上回来 台湾山林间的美肃秘方 一张面膜拥有百年汤泉 温暖呵护您的肌肤 轻薄三层面膜结构 矿物质与微量元素 让肌肤静白补水抗皱 享受泡汤的明知触感 SGS认证通过 专业团队研发 简单自然就是美 欢迎回来 许多人把牛章枝当作保健食品来加工 不过现在有业者把牛章枝 作为装置艺术品来培育 进一部研发特殊的培育箱 让生存在潮湿阴暗环境的牛章枝 也像艺术品一样被观赏展示 我们今天的产业直观 金黄色泽透着橘红色调 新田有如黄金山脉 它是台湾特有的牛章枝 神奇的特性 更被封为森林中的铜宝石 牛章段幕上的牛章枝的成长 平均一年只有0.1公分 以我们民间疗法的话 这边是我们保养用的 这边是拿来给癌症用的 牛章枝 又名牛章枯 红章枝 及章类枯等 外观上牛章枝的紫实体 和像一般常见的羊枯和香菇 有着柄状构造与枯散 而是平伏紧贴于牛章木材的表面 外表形态多变化 生长在幽暗潮湿的环境 不过这里的牛章枝 仿佛一件件艺术品 陈列在透明的黑玉箱 静静地绽放独特光芒 它必须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环境 它才有办法成长 我如何克服这件事情 让它成为一个装置艺术 它是一个活物 它应该甚至于是可以拿来 作为一个摆设 风水柴味的一个宝物 我从这几个建筑发想之后 然后去结合 然后去研究 那就找出这个箱子 让我们的牛章木 可以能够长时间地 在灯光底下 依然存活得很好 周达伟花费近十年时间 认识牛章枝 研发专属培育香 原本从事代销业的他 经历金融风暴 走过低潮 2009年 因为朋友的一句话 让周达伟和牛章枝 结下不解之缘 牛章枝这个行业 那我也研究了一下 就觉得还不错 一方面可以救人 一方面它 又是台湾的特有产业 让我深深地觉得说 哇 这个香气太棒了 这个颜色太棒了 甚至包括这个形体太棒了 OK 那就是因为这样 让我觉得说 它应该不是只有 把它采摘来 卖牛章枝而已 这个时候大家分享不到这个味道 对牛章枝的情感 不仅是单纯培育 周达伟针对不同段木形体 把它们当作艺术品般的命名 写上诗词 像是这个重达十公斤的背 牛章枝均匀伸长 外形就像古代钱币 另一个重达十点六公斤的牛啊 宛如一颗牛头 意味着大发力士 周达伟也秀出个人珍藏 重达十六点五公斤的雪山飞红 气势磅礴 又如鸿湖在线 每当我们看到这个鹿株出来的时候 真的它就隔天隔两天 它就变大了一圈 周达伟给牛章枝新的定位 装置艺术 增添居家风格 透过独特的培育箱 还能释放牛章枝天然的芬多金 让收藏家轻松享受森林SPA 用来提供牛章枝水分的杯水 进一步萃取成为章枝水 牛章枝它不应该只是拿来采摘而已 那它应该还有更多的模型 想办法找出其他模型来销售 来增加它的附加价值 那才是我们这种业界才该做 该努力的方向 一颗颗牛章枝不仅是能量的绽放 一味森林中红宝石的称号 增添多彩价值 待您看到明天12月20号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日本央行公布利率决议 经济部公布11月外销订单统计 台湾物联网产业技术协会成立大会 爱立信2017年十大消费者趋势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麒麟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